孫芳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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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芳周如果恢复不了招聘 你就够滚 滚了 陆生姬 方舟哥 好 好了 修好了 方舟哥 太伟大了 方舟哥 爱死你了 这个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见过更神的 你太冲了吧 妈妈 你快出来 方舟哥 你修好了 快快 陈子昂 真是禽兽不如 彬彬你干吗呀 把照片拔到手机上 发给安吉拉啊 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 别人死你就妥了 等等新闭法 为什么呀 让我再想想吧 这有点可犹豫的 让安吉拉看清楚陈子昂的真面目 他就会离开他了 官司也不用打了 妈妈 你要知道安吉拉 他这个人 看完这些 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 他不像你呀 那么坚强 他很软弱的嘛 妈 我希望能够清楚 咱们现在是在帮助安吉拉 如果你不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才是真的害了他 好 让我再想想吧 方舟 你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冰冰的意见 我们都同意 发给安吉拉吧 好吧 让他知道真相 好吧 让他知道真相 刘令 你妈感冒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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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妈安静了回来 安静了 我是何念晴 我要见你两个小时之内 安静了 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见导演 要让秦老妈子知道你现在出去 她的语言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一大早都能不能好好说谎 秦姐不是那种事 谁他妈跟你说话了 一方尊重一点 小白 子昂不是有意的 子昂我去见完导演马上就回来 哪也不去 要不我陪你去 那怎么行啊 这个许岛专门说了 跟我当你赌见面 要是把他惹不高兴了 那角色不就泡汤了 这老子死鬼 好啦 你放心 刘小白陪我呢 好 我走了 我走了啊 走吧 小白 你放机灵点 有时候打电话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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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走了 快走 我走 快走 请紧 安吉拉 进来吧 让我跟安吉拉单独谈一下 静姐那边有交代 我不能离开安吉拉半步 你在那边等我 安静了 还是让我陪着你吧 你是听不懂吗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这些照片都是昨天拍的 有些连我都不敢看 你也最好别看了 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 这些照片怎么拍的 这个重要吗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合作者的 安静 你应该相信 陈子昂并不是 您想象的那种男人了吧 别再做梦了 别再相信他的谎言了好吗 我知道你有些事情不想听 但我必须要说 回头吧 不能让自己一错再错了 我跟你的官司 还有那些传媒 我可以摆遍 你尽可放心 多少钱 你说什么呀 多少钱 我要买下全部的照片 你是不是傻了 你为什么还相信他呀 你真的要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吗 你真的要把你的人生赌给这个男人 你不就是想让我离开子昂回到你身边吗 你不就是想让我撤销官司 然后回来继续当你的奴隶吗 你真的要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吗 你真的要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吗 你真的要把你的人生赌给这个男人 只有你才会是对我最好的经纪人 对不对 我并不是没有你 我就不能在这一行混 你不愿意回来 我不会勉强你 但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去挽回你啊 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你 被那些人给玩弄 把自己给毁了 玩弄 毁 别用这些词下午 你不如常说 你最讨厌 最痛恨的就是蹲点 还一人隐私的狗仔吗 你现在做了自己最讨厌的事情 你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回来 多少钱 我们之间不要谈感情 也不要想用感情来束缚 我们来谈钱 简单 我 开个价吧 我付得钱 安德勒 静姐那边来电话了 问你在哪儿 再不回去 她会起疑心的 把那些照片都拿走 我认为 请姐即使很气 也不会轻易把照片曝光的 也不会轻易把照片曝光的 我认为你 她内心是舍不得毁掉你的 你要是失败了 就是她的失败 小白 我难受的就是这个 我都已经离开她了 我都已经离开她了 跟她打官司了 骂她了 她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我都已经离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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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打官司了 我都已经离开她了 安静岚 你冷静一点 她说我的都对 我现在 不但是瞎子杀死我 是个疯子 可我没有退路了 陈子昂她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安静岚 你冷静一点好吗 谁都可以骗我 谁都可以控制我 谁都可以小瞧我 什么大明星 我连个人能够吓唬的 就是个提前不和 为什么要做这些行 为什么要演戏 我恨自己 还能够和所有人啊 是个提前不和我 不和所有人啊 是个提前不和周 还能够和所有人啊 怎么回事啊 你还能够和周 你还能够和所有人啊 你还能够和周 陈姐 陈姐 天咖在来呢 八号人来了 陈姐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就在这儿说吧 晴天下没秘密 支票已经开好了 你看看这个数够不够 安吉拉叫你过来买照片啊 对 你回去跟安吉拉说 这几年她白嫁我亲妈了 钱有时候是个好东西啊 晴姐 我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 咱们现在不谈人品 还是谈钱吧 行啊 晴姐 你是怕我会把那些照片曝光吗 你回去跟你的主子说 我不会那样做 我说到做到 你叫她放心吧 回去吧 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你还是填了这份保密协议吧 保证不外泄这些照片 好 好 现在连我的人格都不能担保 你们都不能相信 是吗 对不起 晴姐 二审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不想有意外 嘴巴浩然 你干什么呀 欺人太甚啊 你拿这些狗屁东西来干什么 是来侮辱我妈妈的吗 口头承诺都不可能 更别说你这什么狗屁协议 你想都不要想 还有 你再敢这么对我妈 我就把陈子昂的验照 发布到网上去 我说到做到 我不是来吵架的 我只是想把事情妥善处理好 你这是妥善处理的态度吗 好 那我给你一个态度 我们坚决不可能签 你现在是在侮辱我妈妈 对你的付出 还有 你那些狗屁东西 换得来我妈妈这么多年 对安德拉付出的心血吗 滚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请紧 我们改天再谈吧 妈妈 事情都已经这样子了 你难道还在估计 安德拉的想法吗 大家都已经看过去了 你常常说做人做事 是要有底线的 可是你的底线在哪里 你一直把安德拉当成是女儿 可是她现在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是妈妈 我觉得我这个 她的昔日姐妹也没有什么必要 再顾及她的感受 为她着想些什么了 对 把陈子昂的照片放到网上去 揭露她仇恶的嘴脸 对 这种渣男必须铲除掉 不然还得祸害多少五只少女啊 你还给我 我已经跟白晃然说了 我不会曝光的 我怎么可以食言呢 妈 妈 我求求你了 不要这么没有底线地 灌着安德拉好吗 她在法庭边说的那些话 你都忘记了吗 她烦咬你一口 倒打你一盘 现在网上多少人在骂你 还有她的粉丝 把你黑得是体无完肤 她明明可以去劝她的粉丝 可是她都没有这么去做 你呢 你反正还在这里纵容她 妈 就是因为她吃定了你 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伤害你 女儿可以这样绝情地对父母 可是父母不能这样做呀 安德拉现在这样做 我真的很伤心 我以前为什么要把她当姐妹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冰冰 够了 何年轻 什么都是我错 我为你好意思 我错 你只知道我惯着你的安德拉 你感觉过我的感受吗 我恨你 冰冰 Cul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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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рем 多喝一点儿水吧 喝年轻 多喝一点儿水吧 喝年轻 好点没有 好多了 谢谢 来 给你打包了一份鱼丸 没有放香菜和葱花 来 吃点 谢谢 我给你讲个笑话怎么样 我从前有一个人啊 去钓鱼 然后呢 他钓上了一条鱿鱼 这个鱿鱼就求他 说大哥 我求求你了 你把我放了吧 千万不要把我烤了吃啊 这个人就说 好 那我烤你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鱿鱼说 行 你烤 好 结果呢 结果他就被这个人烤了吃了 你觉得不好笑吗 詹姆斯听了这个笑笑了一晚上 我再想我再给你讲一个啊 这个世界上有十种人啊 对 你得问我呀 懂二进制的人和不懂二进制的人 终于笑了 让你笑太不容易 累死我了 来 笑归笑啊 来 趁热把鱼丸吃了 来 很热的 来 趁热吃一点 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咱咱好的笑话给你讲 其实啊 你不需要再讲笑话了 你没有这个天分 别再搞笑了 我是因为饿了 所以我要吃一点 好好好 挺热的啊 懂二进制和不懂二进制的人 多好笑啊 终于 这个很好吃的 我这些还没吃过你要不要 你先吃 谢谢啊 X tenemos 一直到 Cherа menos 快好 你知道 这 falei Т 老人 喂 少叔叔 关于Angela的官司 我有一个大杀戏要给你 见面叔 拜拜 一审结束后 多家评媒网维平台上 出现了大量不实报道 尤其是微博和粉丝发生 更是有海量的水军 对我的代理人何女士 进行肆意污蔑和诽谤 甚至有上百名不明真相的粉丝 长时间围堵在 秦天夏公司的办公地点 以及何女士居住的 私家宅邸地故事非谩骂 这种行为 严重扰乱了 秦天夏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 也严重损害了 何念琴女士及其家人的 隐私权 以及正常生活权利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足以证明 正是花无尽及其经济公司 主导操纵了上诉违法行为 我们将保留对于花无尽 试图操纵舆论 网图影响法律诉讼的 追诉权利 我想提醒对方律师注意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 我的代理人 对上诉行为有知情和参与 请对方律师 就本案的相关事实进行辩护 我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出示了大量证据 完全可以证明在过去十年里 我的代理人何念琴女士 对于安吉拉 无论从工作还是生活中 进行了悉心照顾 和无微不止的关怀 但是安吉拉 毅然坚持要提出跟她解约 甚至不惜颠倒黑白 肆意污蔑何念琴女士 这其中 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 我看你 对方律师对于代理人 进行无端的议测 被告律师 你有证据吗 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但是 我们本着爱护原告的原则 从来没有出示过 不过今天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 向那些被错误的舆论 蒙蔽的公众 澄清事实真相 让公正和良知得到赞许 让邪恶和阴谋 遭到谴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年前 安吉拉因为要拍一场醉酒的戏 为了追求表演上的真实 本来不会喝酒的她 喝了大量的烈心酒 结果因此染上了酒瘾 赞议师 这个不能说 从此她的剧组 偷偷开始了酗酒行为 我反对 赵律师 不要说 不可以 请不要打断我的成书 但是安吉兰一直瞒着 是何念琴 当何念琴至少死时的时候 安吉拉 已经酒饮产生 不能自拔了 所以 何念琴女士 对安吉拉进行了 强制戒酒行为 她以出国拍戏为由 悄悄地把安吉拉带到了 美国洛杉矶的一家 专业戒酒中心 经过两个月的治疗 安吉拉 彻底摆脱了酒瘾 法官 你们不能采用这个证据啊 速经 戒酒中心的医疗记录 法官和袁高律师都看到了 但是安吉拉 并提出正式申请 对安吉拉进行提及 对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以及精神状况 做出医学检测报告 你怎么在这之前不给我伤了就自作主张啊 这样子 搬起来的形象就全毁了 你还想不想大卫化无尽吗 你怎么在这之前不给我伤了就自作主张啊 那你不可以毁安吉拉呀 我不是在毁他 必须让安吉拉重办人间 我这是在救他 大公司啊 我们还是不帮助 最多错 他们从前面会 你现在别说了 说不清楚 你先跟我走 来 出来了 出来了 快快快快快 各位传媒 我希望你们可以安静一下 本人何念琴 想跟大家说 辛苦大家一年以来 为了我跟Angela的事情 都那么奔波 辛苦了 现在我想说一下我的心里话 此次诉讼是我及我公司思虑多时 万不得已的选择 这场官司并不会有赢家 只会有两败俱伤的结果 我 你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 我希望大家可以公平客观地 看待我跟Angela的这件事情 我依然想说 我最不想伤害的就是安静 在我们这一行里面 有很多不规范的行为 就是因为怕得罪人 就情愿选择 稀释凝忍的做法 可是当宽容 变为得寸进尺的资本 忍让 变成变本加厉的筹码 善良 变成被人利用的对象 我们再感到心寒之一 还会对这一行里面的事情 更加担心 我在这一行里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发现这一行已经物是人非 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不适应这一行 都不像我以前的那种感觉 我希望所有的明星都能做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珍惜你们自己的公众形象 不要浪费所有影迷对你们的爱 还有追求 要好好地善待他们 不要利用他们的号召力 我们是带给观众娱乐的 但我们不可以让自己 变成低俗娱乐的一部分 谢谢 和董事长好 赵叔叔 赵叔叔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后悔呢 冰冰 你别这么想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妈妈好 叔叔也要感谢你提供的子弹 如果没有这粒子弹 我们恐怕很难反卖为生 你的妈妈讲得很精彩 入情入力 明天你就等着看头条吧 没得很累 应该见头条吧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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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再决定了 去吧 来 辈子弱 今天你在最后说的那段很棒 好 我很同意 赵义斌是个顶级大律师 但我已经感到后悔了 你后悔什么呢 请他来帮我 官司是赢了 那是安静了的一生 怕全输掉了 要不要把评论关掉 随便 帮我发条微博 让粉丝们从晴天下公司和住处都撤了 安静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不过安静了酗酒的事情是我擅自做主了 严谦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料定你会出于情谊不同意我这么做 但是我必须得维护我的代理人的利益 我们必须反败为胜 所以我只能先斩后走了 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了 那么卑鄙 跟外面的人有什么区别 你不应该这么想 我恰恰认为 你帮助安静了解除酒瘾的事情 让公众知道了 不仅不会破坏她的玉女形象 反而能够起到良好示范的正面作用 明星也是人啊 明星不是不识人烟烟火的仙女 但是明星能够战胜人心的弱点 能够克服自身某些不良嗜好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彩 非常励志的故事啊 明星啊 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经纪人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如何讲好这个喜新革命的故事的 我更想知道的是 你怎么知道安静了解酒的事 谁告诉你的 冰冰告诉我的 又是她 你不要怪她 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其实我早就猜到是她了 只有冰冰跟小白知道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责怪冰冰 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利益 而且冰冰已经想出了一整套 帮助安吉拉重塑形象的方案 她已经和我聊了 真的 冰冰对安吉拉的感情并不比你少 那当然 她们俩从小到大都不分彼此的 冰冰还爱着她那个姐姐 通过这件事情 我对冰冰刮目相看 这个孩子长大了 不再是个小姑娘了 做事情有足够的理智 但是我非常认同她的做法 既然我们也走到了诉讼的道路上 感情用事是绝对不可以的 而且你的手里握有一个 最有力的杀手锏 那就是陈子昂和菲菲通见的照片 如果我们把这些照片向媒体曝光 就算金姐不怕牺牲掉陈子昂 安吉拉也会主动放弃诉讼的 行了 我不想再做那些侵略性的事了 我真的不 一斌 你过来 那些粉丝都没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进来 秦姐 安吉拉联发三条微博 呼吁粉丝停止对你的围堵行动 已经有数万条的转发和评论了 秦姐 各大网媒已经开始正面报道 解约风波的文章了 并且他们大量地引述了 你在法院外的那段讲话 我们把这段话也公布在了官网上 目前为止 点赞过二十万 转发和评论过五万 粉丝T班的水军也全部推潮了 太好了 我们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这样吧 下班之后 我请贵公司的权利员工 我们集体喊信大三怎么样 太棒了 谢谢赵律师 谢谢赵律师 哪能让你请啊 你是功臣啊 这样 小丁 去定位置吧 一定要把沈方舟也带上 因为她这几天也挺忙的 好的 谢谢秦姐 静姐 你看 粉丝们开始扒我了 我靠 我可被扒不起啊 你瞧你这官司打的 裴了夫人又舍兵了 我说何年轻这老女人啊 真是阴损 就知道给咱们下套 我累了 要回去了 安德勒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回去好好休息 你慢点啊 你瞧瞧你瞧瞧 就她这货色 还给我甩脸色看 我成怎么了 要不是看安德勒现在名气的 早他妈妈给甩了 山枣 怎么了静姐 菲菲又是什么货色 你一胃口啊 我那是逢场做戏玩玩 你要是不喜欢不乐意 我现在就可以甩了 现在甩 全心全意对安德勒 她现在全意波动得很厉害 到那个时候 她跟何年轻解约了 又跟着人家跑了 现在外面盯着她的经济公司排出队呢 你明白吗你 静姐 好了好了好了 这么大事 有生气了 现在不是犯贱的事吗 这么一闹 安德勒连续热搜第一 你也就跟着 经济的事 怎么了 这一段时间 你得忍着 做个好男人 这么好的机会 你明白吗 我懂我懂 我现在就删 到你面删行吧 不过说实话 和年迪的老女人 就这么放了 这事啊 没一门 再来 我上来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好不好 喝 又远怪 喂喂喂 你干什么办啊 我在街市里关住你很久了 找人啊 怎么了 在这儿不能等人 赶紧走 为什么不能等人 我就待在这儿了 怎么了 不行 已经有业主投诉你了 赶紧走 别动手 你再碰我的话我报警了 你 保安哥哥 我就想上去找我姐姐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她说 你把我摆着开开 她就住在3601 我说完就下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是安德鲁的家 对对对 你一看一眼她的粉丝 快走吧 不是不是不是 什么粉丝 你问了我姐 我是她妹妹 行 你这样粉丝 我见你多了 赶紧走 你什么意思 你别这样了 不行了不行了 别言啊 你刚才还好好的 我心疼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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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疼病犯了 这姑娘 我 别吓我 我心疼疼 不行我说不出来话了 快快 快叫我姐 我家有肃小救星岸 快点 我要冲过去了 看看 喂 你好你好 这楼下有个人 一直在这儿闹 她说是你妹妹 那上来吧 谢谢你啊 你心脏不疼了 你心脏不疼了 我不用这招 我能进的来了 安德勒 找我什么事啊 安德勒 我想给你解释一下 也是坦白一件事情 在法庭上说出来 你喝酒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跟我妈妈没有关系 你看她当时的那个表情 很明显 她事先是不知情的 这些不重要了 重要 安德勒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姐妹了 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事情 成为我们的隔阂 我莽撞了 我冲动了 我不经大脑说出那些话 是我的不对 你可以原谅我吗 无所谓了 安德勒 我给你承认 这次官司 我确实很想让我妈妈赢 可是我不应该报你的隐私 是我的错 我让你被人骂了 我心里很难受 你能不能原谅我 隐私 我还有什么隐私呢 家缝你 穿这样劈腿 就今上夜 这么多年 习惯了 做明星 就是要活在纤维精 放大精致下生活 你就是个透明人 都来吧 都来吧 还有什么更恶劣的呢 更不堪的呢 我承受得了 我不在乎 安德勒真的对不起 我真心地跟你道过歉 我知道也许这一次 你可能不会原谅我了 但是我还想再贪心地 最后地祈求你一次行吗 对不起 以后别再上演什么 我把心脏病的心满了 不会不见你 你不生气了 生气有用吗 生气 又无法抹去 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吓死我了 你不生气就好了 感觉了 其实我妈妈她没有其他的意思 她就是害怕你走了 去静姐那里 永远不回来了 要不然咱们别打这一关子了 你回来吧 回到公司来好不好 吴斌 事情闹到了这一步 你觉得可能吗 事情到这地步 还不是因为陈子昂 她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安德勒 您说了 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都会跟她一直走下去的 你疯了吗 你真的看不出来 她不是拿真心对你的吗 别说这个了 忘了跟咱们带句话 这么多年 幸亏有她 真的应该感谢她 你不想不想要有样的 你不想要不想要不想要不想让她有个愿 好 想要休息啊 喝酒吧 干净 诶 冰冰 冰采赏ou 通讯上没有不散的沿袭 人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就会让分别 然后独自一人走下去 没到了该分别的时候了 谢谢啊 这连着都没帮补来了 挂箭上了 这太帅了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帅啊 帅啊 祝你拜拜 拜拜 好 拜拜啊 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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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年轻 我给你留了瓶紧急拉费 我们去老地方喝了吧 太晚了 回去休息吧 下回 难得你今天兴致好 走吧 上车 走 不行 方舟她一会儿会开车过来接我 真的是你的贴身保镖啊 怎么可能啊 人家有正当职业的 是彬彬担心我 委托她过来接我的 让她先回去吧 连琴 我想和你单独聊一聊 好吧 她来呢 方舟 一斌跟我有事要说 不如这样吧 你先回去吧 你这几天也辛苦了 快点回去休息 安心里的粉丝还没消停呢 我怕他们在闹出什么事 你小心点 沈先生 放心吧 我当过警察 我会保护好他的 冰冰也说了 家里面的人也都散了 别担心 快点回去休息吧 上车吧 女神 岁月 怎么样 极品 极品的红酒 才能配得上你这样极品的女子 我为你点了几款 你最喜欢吃的意大利奶酪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你最喜欢用奶酪搭配红酒了 这么多年了 我这点小习惯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感动 我的超强记忆卡被工作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百分之一用来领导我的生活秘书 我现在的生活 完全归秘书来打理 如果不是他提醒我 我甚至连自己的生日式几号都不记得 可是你的事情 无论大小 我永远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我可真是承受不起啊 我这点小破事 还要占有你宝贵的内存 快 格式化了吧 年轻啊 我真的非常非常怀念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光 可惜太短暂了 来来来 喝酒 熬到嘴边 你想让我咽回去 还是咽回去吧 咽不回去了 酒入愁肠 人是要讲真话的 年轻 我依然爱着你 生活中的女性 能来人往 但是大多都无疾而终 我根本无法投入真正的感情 你没你 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依然还在我的心里 别说这个号码 亦明 我真的说不了 我跟周正东不一样 我不介意自己的女人 做得比我好 做得比我多 我甚至乐得愿意做 霸道女总裁背后的灰太狼 好 而且现在冰冰都长这么大了 现在没有任何理由 能够阻挠你去追究自己的幸福了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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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赵先生 赵先生 没事吧 怎么会摔脑呢 最近没休息好 心给我来得及时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当然得来了 网上很多粉丝爆料 说你在这儿 很多人要往这儿赶 我怕你出事就过来了 赶紧跟我走 现在回家比较危险 我们先走了 我 我 我 放手啊 赶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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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你该回家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哎 走 有速度呀 我让司机开车回家了 万一路上遇到不理智的粉丝想要伤害你 咱们人都力量大 我们可以一起保护你 有那么紧张吗 有 太有了 开车 我坐好了啊 我坐好了啊 是谁 在敲打我窗口 是谁 在 哎 哎 是学计算机的 是 李公男 嗯 李公男好 听说你们连送花都要先百度一下 搞清楚话语是什么 李公男不送花 那太不识声了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都实行送花 是吧 年轻 嗯 是的 嗯 我记得有一个安吉拉的粉丝 她每天送她九十九朵玫瑰 连续半年呢 年轻 嗯 你喜欢什么花 为我送你 你怎么开车的呀 没事吧 赵总 沈师傅 你的驾驶技术可一般哪 赵总 您到家了 还真到了 可不吗 车开得够快的啊 这样吧 我们先送您进回家 那怎么好意思呢 没关系 反正我还想逗逗疯 走吧 冰冰 你现在那里 就像我最近玩了一个游戏 叫僵尸大战植物里面的 我管 一个晚上都砸死你 对 冰冰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等等 不是好消息我可不听 我纽约玩乐队的朋友 告诉我 他们要去全国巡演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他们邀请我一起去 真的 当然 冰冰 我告诉你 虽然薪酬不高 但是我很有可能会被唱片公司录取去出专辑 太棒了 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切住一下 去多久啊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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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月你在美国会想我吗 我会想念这个 我会想念这个 死鬼 不过说真的我不想跟你分开三个月 我也不想 我现在已经每天习惯了 惹你生气 习惯我每次向你认错 习惯你每次都会原谅我 所以我现在非常不习惯你不在我身边 对 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办法还不快点说